上近年來這物價不斷在飆漲 像是吃一個便當呢 恐怕都要一百塊錢以上 台鐵的八十元排骨便當 因此是許多掏客的新仇好 但如今呢 超市賣場也要來搶客了 開賣六十元的排骨便當 還附上蔬菜 豆包等等配菜 份量十足 每日是限量來販售 果然一上架 立刻被掃光 來 這個六十塊 早上十一點多 超市便當一上架 三分鐘內通通被搶光 為什麼這麼熱門 原來是因為CP值很高 一打開便當 想起撲鼻 手掌大的國產里肌肉 鹽子入味 先炸後滷 配上蔬菜 豆包 整個盒子塞滿滿 農委會推出六十元 幸福餐盒 限量販售 和全聯自家便當比一比 雖然熱便當份量大一點 配菜也多了 香腸 豆干 滷蛋 不過價格來到八十九元 比六十元貴了快三十元 但依舊各有擁護者 先炸過然後再滷 軟Q軟Q的 比外面便宜 外面一個便當 都要將近一百塊左右 另一頭家樂福便當販售區也很熱鬧 因為農委會六十元便當也在這裡登場 但內容物有點不一樣 主菜是外酥內軟的炸排骨 還多了半顆蛋 原盒裝有點類似 台鐵八十元排骨便當 另外大潤發先時級則是選擇寄出九十九元的 泰式打拋豬肉飯 搶供便當商機 賣場開打便當同版站 另外CP值很高的還有高麗菜 打出每顆二十五元活動 因為近來天氣回暖 供應量充足 卻導致價格慘跌近百分之四十八 用促銷價支持本土蔬菜 也造福消費者荷包 謝謝王嘉信劉玄軒 台北什麼的 謝謝王嘉信劉玄軒 台北什麼的 謝謝王嘉信劉玄軒 台北什麼的